布朗今天双响炮 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国联中区王位战今天火热开打 系列赛第一站酿酒人在投打表现都压过小熊 以7比0击败小熊 小熊今天派出的是去年交易大线来到队中的昆塔纳 Jose Quintana 不料面对开局就被今年刚加盟酿酒人的肯恩 Lorenzo Cain 打出羊吹炮 随后在这个半局中又被布朗 Ryan Brown 击出两分炮 比赛一开始小熊队就落后三分 请继续往下阅读 而在第三局昆塔纳再次遭布朗炮狙击 被他打了一只两分打点拳雷打 这场昆塔纳紧投五局 就一共被打了三只拳雷打丢掉五分 最后也吞下败头 小熊队整场仅从酿酒人队先发投手 查新 Jalice Cousin 受伤打出三只弯打 一分未得 查新七局就送出多达十次三阵 仅有两个宝宋 也顺利拿下胜头 酿酒人的三十八岁捕手 克拉兹 Irik Kratz 还在第六局锦上添花 击出全队的第四发拳雷打 这场比赛结束后 酿酒人将在分区对小熊的落后 缩短到剩下两场胜差 Cousin Cousin